杨春白雪 夏里巴仁是一句耳熟能详的成语 其中的巴仁到底是谁 巴文化从何而来 这要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现的一片传观藏说起 在1953年考古学在四川光源 昭华宝人园 和巴象东森巴 也就是我们现在重庆的九州坡区 先后分辨发现了文化流汗基本意义制的魔藏群 两地均发现了熟诗座 以杜沐州新职为藏集的扑克末 丰恩吉先生把他名为创官藏 第一次把魔藏和藏卫世界的八人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资料记载 远古时期 在今陕南 厄西 川东北 重庆 湘西和前西北等地 生活着一只古老的族群 被称为八人 史料留下大量有关八人的传说 如华阳国治八治中所言 其地东治渔富 西治博道 北接汉中 南及潜伏 随着罗家坝遗址在四川达州市宣汉县的挖掘 八文化的神秘面纱被一步步揭开 罗家坝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 内涵最丰富的八文化中心遗址 截至目前 已清理发掘140多种墓葬 出土3000多件青铜器 陶器 玉石器等文物 尽管不同时期 伯长 陶器的诸侯有所不同 但是普遍都流行 远的旗 尖的旗 所以说这就是八文化的一个最丁性的特征 其中远的旗的旗形有远的管 某 远的 夫 而尖的旗的旗形代表最后 尖的碑 尖的斩 尖的管 南西某族还随着有大量的龟甲 鹿族等与无数相关的旗物 说明使用龟甲占卜的一种习俗 在八日上次的社会当中 是相当普遍流行的 我们发现了八日某族 几乎都有兵器处处 而且不至于箭 还陪有约 陪有毛 陪有端箭 细看这些兵器 八人的青铜技术也令当代的研究者探服 传说我们八人有很高的青铜烟量技术 那么我们知道青铜器两种最重要的原料是铜和锡 当铜和越百分之五的锡烟量成合金的时候 都成了青铜器 而当青铜器当中锡的含量达到越百分之五的时候 那么青铜器的它的淫度会更淫 那么通过十年坚持 八蜀器的含量就约在百分之一十五 这就充分表明 我们八人在当时青铜器 也让它高出的记忆和创新 在这些出土器物上 还有大量八蜀图与符号 初步统计有七十六种之多 包括寿面纹 眼形纹等 这些纹饰到底有何意义 八人崇拜北斧 所以洛杰瓦一直出出了大量的 带有富吻的一些青铜兵器 主要包括 富姓吻 富头吻 富斑吻的 而且造型过异 富吻 土鱼是八人崇拜北斧的一个象征 其中寿面吻 撩吻 富吻 以及一些基本的一些装饰吻式 比如云楼吻 太阳吻 花笛吻 云术文化 山西堆 金沙一致 出土器物上的同类温饰 十分相识 说明儿子有种密切的演习关系 和不同的储蓄关系 八文化的形成也受到地理环境影响 这里群山环绕位于秦岭 乌山 大巴山怀抱中 气候适宜 物产丰饶 有乌山文化 乌山文明 衍生向北 向西 向东扩展 它实际上都带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八文化的影子 这也是它就是说 它为什么能够成为 中华文化中的一员 后来就逐步又圆着 在大巴山 在秦岭阶代 就是形成了我们的 今天的汉中安康 比如说宝山文化结果 它就形成了一个八文化的 一个最喉生的聚集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感受到说 地理文化 乌山文化和八文化 它既有它的普遍词面 用于地理性的特征的一面 因为普遍词词就主要是 从乌山文化里面延伸出来 它的普遍词词 它与国处的交流 如蒙莫先生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 在历史上 巴蜀往往成为古代王朝 追求统一的王业之机 中国古代及近现代革命 和大的政治的变革 都与巴蜀之地有密切关系 走出了也留下了新的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